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一位录影的男士说 你看这个老太太 大娘你赶紧放手吧 我们可把你给录下来了 老大娘不在乎的说 录就录吧 我不怕 我就是在路边上捡到的 男士说 不是我说 你这个老太太也太不讲道理了 我们正在那边捡修电路呢 电缆放在地上就成你的了 撒手 老大娘说 我捡到的就是我的 刚刚就在道边 放着 我要是不捡也得让别人拿走 男士说 你这个老太太你是真不讲道理啊 那我们车还在路边放着呢 你为啥不去捡呢 据悉视频中的工人正在检修电路 电缆线却被坐在地上的老大娘紧紧抱着不还 他理直气壮的说自己先看见的就是他的 工人们无奈的与老大娘理论 但怎样都说不通 最后老大娘躺在地上死死的 报警电缆不让工人拿走 有网友评论称 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妈是没文化还是见钱眼开 人家施工放在地上的电缆 他愣说是他捡到的 胆子多大吧 这么一大捆就敢据为己有 你看人家工人往回药都不好使 往地上一坐就开始耍臭无赖呀 我就纳闷了他难道没有孩子吗 让大伙看看他这样做多给他儿子闺女丢脸呢 七八十岁的人了我看是白活了 另一位网友留言说 如果他去银行看到柜台上的钱会怎样 中国老年群体经常被爆出在各种场合 哄抢的事件 日前河南商丘以老太瞄准时机 将一商户门口整理好的废纸盒偷走 整个过程被一名男子拍摄下来 老婆婆又开始了 快点快点快点 一会抓住你了 哟你看看 这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剑步如飞呀 这老婆婆 为何中国大妈偷东西的行为时常见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警察不作为 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家店老板刚刚进的货 放在自家店门口一转眼的功夫 发现货物不见了 打开监控录像 发现两个六十多岁的大妈 动作麻利的将货物搬到自己的小推车上了 然后迅速的离开了 店主无奈选择报警处理 可是警方表示 公共场合拿东西不够成 盗窃没有办法处理 令外界感到震惊 网友表示 没听错吧 看到这个视频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第二个反应是想起 当年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 有位好心人扶起跌倒的老人 却被诬陷他撞倒的老人 某个法官的一句话 老人家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要扶他呢 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是毁三观 同样是助长了人的道德水平下降 广东潮州大爷大妈抱团盯烧路边货物 缓缓靠近后疯狂抢夺 路人也纷纷加入 老板急忙出来阻拦也无能为力 还有老人在争抢中失足摔倒 大妈前一天偷一架被抓现行 店员上前阻拦卫国 大妈还理直气壮的说 就拿几个 店员只好报警处理 第二天大妈跑上门 兴师问罪 还推丧店员 大妈说 昨天你抓我干嘛呀 哎你说话呀 营业员说又不是我报警的 大妈说 是你们店的了 你现在怎么说呀 是不是你们昨天同意的 我们才拿走的 营业员说 什么同意了 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 你对我发火做什么 大妈很嚣张 很凶的说 肯定对你发火了 我不对你发火 对谁发火 你说 这个影片是一家店铺 门前的监控录影 网友发帖说 这位大姐年纪也挺老的了 天天早上5点多起来 我家店门口偷纸盒 有这经历干点别的 你也发财了 孟金朋友有认识的吗 今年来 许多中国城市的街头 常见大爷大妈们 争抢纸盒 空瓶子等废品的场景 其实像纸盒和塑料品等废品 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一文不值 但在这些老人眼里 废品都是宝贝 被视为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 正是因为牵扯到彼此的利益 有不少老年人因废品产生冲突 一开始还以为是两口子在闹着玩 但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了 我们的这个小区也是市里面条件很好的小区 所以说我就不太理解 就为了一个纸箱 然后就这样抢来抢去的 然后手机也摔了 老太太还向后跌倒 感觉跌坏了不值 视频中可见两位老人在激烈的抢夺垃圾桶旁边的纸箱 正是过程中老太太不小心摔倒 有网友表示为了几毛钱得不偿失 大爷大妈都上了年纪 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他们都想多减一些废品 多卖一些钱 可大爷大妈为了一件废品大打出手 确实有点不值当 日前浙江网友拍下三位大妈 迈着盘山的脚步抢夺纸箱的影片 网友评论称 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谁不是为了生活呢 我们都在努力的生活着 浙江湖州街边两大妈街头争抢废纸箱 旁边孩子看得一脸懵 画面令人感到很无奈 长辈本应该以身作则 给晚辈做好榜样 一位河北居民近日也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有关老太太强纸盒的事情 这位河北网友说 我真的服了楼下强纸壳的老太太 看到我拿着纸壳往垃圾桶走 就眼冒金星管我要 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就给她了 后来有次她家小孩也在楼下玩 看到我拿着纸箱 直接叫她孙子赶快去要 再后来在楼下玩的一群 小男孩看到我都抢着要纸盒 都是被那几个老太太教的 抢到了我扔的纸盒 就像战利品一样炫耀 我真的很无语 为什么要教小孩子这些 这位网友原本并不讨厌他们 还觉得纸盒顺手给他们 也是做好事了 但令她感到气愤的是 有次她叫其中一个老太太 上楼拿纸箱 纸箱很大 里面还装了别的垃圾 她提醒老太太要注意 她家里的墙刚刚刷完漆 结果老太太完全没注意 搬的时候甚至直接蹭掉一块墙皮 她本想安慰自己说 老太太可能也是不小心的 然后她下楼一看 老太太直接把不要的垃圾 随意的扔楼下了 她超级生气 并且再也不想给他们纸箱了 两名中国大妈为捡塑料瓶 大打出手 大妈强势压倒环卫工人 视频中可见两人争执激烈 网友说旁边那么多年轻人都袖手旁观 没有人上前制止 两位七旬老太为抢罗瓶子 当街大打出手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周围群众无人劝阻 中国经济不景气 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竞争都很大 可一块蛋糕只有那么大 多一个人来分自然就有人要少吃 那么少吃的人肯定会不乐意 这才会出现大家抢着吃的画面 两名中国大妈在球场内争夺 矿泉水平 甚至动手拍打正在喝水的男生 网友评论说 太过分了 这样很容易让男生呛到的 安徽宿州大爷大妈上演 瓶子抢夺大战 两人因为一个瓶子争抢起来 互不相让 网友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像急了幼儿园抢玩具的孩子 两个老太太夜宵摊 争抢瓶子 大打出手其中一位老太太被推倒在地 网友说不知道是谁的母亲都是为了生活 湖北天门两位大妈在篮球场边捡瓶子时发生争执 其中一位大妈快被推倒时被劝嫁小伙扶住 广东两大妈为了抢垃圾差点打起来 网友感叹这个社会竟然卷到这个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争抢废品的许多人来自农村 因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支持 不得不通过减食废品来补贴生活 这种现象反映了部分老年人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困境 暴露出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救助方面的不足 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供更加健全的养老保障和经济支持 或许可以有效减少这种争抢废品的现象 两名老太太因为强指河骂了半个小时 这是大爷大妈用来载运废品的三轮车 视频中可见三轮车严重超载 对道路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另外根据网友爆料 陕西的一位大爷和大妈当街抢废品 两人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大爷因功力不足而输给了大妈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议论纷纷 据了解涉事的62岁王大妈来自陕西 她老家是农村的 如今她跟儿子一家在城里生活 王大妈内心深处知道 儿子每月要还好几千元的车贷房贷 再加上生活费 一个月的开销也得万把块钱 没有什么收入的王大妈想靠卖废品 换点买菜的零钱 这样能给儿子儿媳减轻些负担 就这样王大妈加入了减废品的大军 她每天一有空就去小区和周边的垃圾桶翻找 这天下午王大妈又出来 在大街上的垃圾桶来寻宝 她运气不错 一出门就发现大街上的垃圾桶里 还有不少可以回收的废品 王大妈发现了十多个饮料瓶子 再加上废纸壳还有一个看着还能用的烧水壶 然而就在王大妈战战自喜的时候 一个大爷闯进了他的领地 两人几乎同时拿起那个烧水壶 都不愿意松手 他们一边互相撕扯着 一边争吵着 谁也不让谁 王大妈嘴厉害 不停的用语言攻击大爷 同时手也没闲着 他继续争抢战利品 直接一把抢过这些废品 大爷当场败给了大妈 没想到大爷恼羞成怒 他抬起拳头 扬言要打王大妈 可是王大妈也不是擅长 他说道 有种你来打 你要是不打我 你就是我孙子 王大爷刚要动手 这时一个路人 及时上前劝开了两人 这才阻止了一场 大爷大妈间的纷争 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 近9000万农民工中 有近30%的人 现在年龄都在50岁及以上 其中很多人超过了官方规定的 男性退休年龄60岁 和女性蓝领工作退休年龄50岁 而中国最新的农民工人口统计调查显示 目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民工 享有养老金或医疗保险 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 始于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 所有个体被基本分为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1978年改革开放后 各个城市对落户做了严格限制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报告称 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 涉及就业 教育 社会保障 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 这意味着数亿农民工在城市中 无权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也很难在雇佣关系中维护自身的权利 中国收费品时大多以重量来计算 为了多赚点钱 还有不少人在纸盒上喷水 以增加纸盒的重量 除了被生活所迫 抢费品之外 也有不少大妈为了占便宜 哄抢试吃品等免费的物品 这种行为在一些超市或活动中屡见不鲜 他们常常以不要白不要的心态参与其中 新人婚礼现场发红包 大妈为了索要红包 上手锁住 新娘脖子硬抢 网友评论称素质太差 超市大葱特价 大妈为了抢大葱 车轮都强掉了 有员工在现场维持秩序 让大家排队 但他们根本不听指挥 上海展厅撤展后 大妈强行拿走展品 如同菜场卖菜一样 一位女营业员对大妈说 这个是不能拿的 阿姨 大妈不听劝阻继续拿商品 一位男营业员对女营业员说 争也没有用 不值得 她好意思拿就拿吧 划不来呀 这位老太太买桃子 要求老板多送她十个 老太太被拒绝后 气急败坏就去抢老板装钱的盒子 面对路人的指责 老太太还振振有词地指责老板小气 连十个桃子都不舍得送 随后更是公然抢夺老板落在地上的钱 愤怒的路人拍下影片发到网络 曝光她的丑行 甘肃兰州考场门口免费送手提袋 遭大爷大妈哄抢 超市大妈争抢土豆 一袋瞬间秒光 网友说太猛了 战斗力爆表 上海洋浦区某KFC自取食物站 遭大妈大叔封抢 柜子瞬间被掏空 重庆大妈吃自助餐 哄抢食物徒手抓大虾 这是一段大妈大叔蜂拥而上 在2018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摊位抢食的视频 视频显示一群中年以上的男男女女 早就挤压在食物台前 等服务生一蹲出食物 他们急冲钱哄抢 没有排队 更谈不上基本礼仪了 曝光该影片的博主表示 上海进博会开放街道居委的团体参观 本意是想让那些退休下岗和外地的 在户暂时居住的人能够开开眼界 了解一下世界先进的东西 结果这帮大娘大嫂大妈大爷 一进展馆哪里闻香就往哪里冲 只要看到食物试吃的 像饿狼般的蜂拥而上 嘴雕手抓 甚至还拿出自带购物塑料袋装 把每一个又试吃的摊位给一扫而光 博主写道老外看到此种场面都各个摇头 有一位欧洲来参展工作人员告诉陆媒记者 他已去过全世界各大洲的近百个国家参展 但从没看到过如此没礼貌 不讲文明的参观者 即使在非洲也没见过 博主最后表示 事后知道进博会组委会预料到 对公众全面开放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所以对一般观众不开放 而这些封抢者都是街道 居委会挑选的代表 超市打折 大爷大妈冲进刚开门的超市里 抢便宜货 他们个个身手矫健 生怕晚了一步抢不到 大爷大妈超市抢购 抢便宜货 广东韶关一家卫生院里 大妈插队抢雾化器 引发争执 小孙子在一边劝阻 奶奶你别吵了 最后女子带着孩子坐在旁边 深感委屈流泪不止 对此涉事卫生院工作人员表示 这位大妈一直很霸道 素养有点低 但是也不能拒绝大妈来医院看病啊 中国老年群体经常被爆出不文明现象 网民评论 他们蛮横无理 又行动力惊人 当你试图与他们讲道理时 他们会选择胡搅蛮缠 而当你选择强行制止的时候 他们又会以老卖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评论认为 这个群体的人年轻时生活在文革时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物质通过票证供应 那时过年过节食品商店的供应窗口前是密密麻麻 高高举起的手臂伴随着叫喊 是那时的常态 一旦外部诱因出现人成长过程养成的坏习惯 会本能的表现出来 是时代的产物 不能全怪他们 还有网友评论说 这就是文革留下的恶果 这些老年人几乎都是那个年代恶过来的 教育的后代也有问题 要靠好几代人来扭转 毛泽东早的念 好 感谢您收看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